鮑威爾為了生這一馬利息 已經沿街敲鑼打鼓一兩個月了 已經通知說我要生 結果通膨下來了 他怎麼知道 他現在是要打擊一個叫做 通貨膨脹的預期心理 因為過去有種歷史記錄 通貨膨脹壓下來了 結果你一鬆的話 預期心理一來 大家一賭 通貨膨脹又上去了 死灰復燃 所以他乾脆就說 你看下來了 我硬要再來升息是 幫你打下去 所以你別期待說 跟我玩什麼通貨膨脹預期心理 不會有 他目標是在這裡 我們在學禮上 叫做處理預期心理的通貨膨脹 因為通貨膨脹 剛開始的時候 會有預期心理現象產生 那有些期貨價格就開始變動 那也有一種 通貨膨脹快結束了 你要讀一讀說真的結束嗎 所以產生預期心理的一個投機的行為 那這個時候純粹要打擊這一波了 那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一直都在升息升息 從來沒有降息過 所以當然現在升一馬 就變成歷史上新高嘛 這樣子 一直都在新高的狀態 一直在新高的狀態 那想到這裡 我就還要再批評一下 中國人民銀行 已經換行長了 你還是要批評 不還是要總結經驗 所以你是要罵前一個 你記不記得我什麼時候開始 叫他們把聯邦政府公債 美國聯邦政府公債 從中國人民銀行的戶頭裡面全賣掉 你記不記得多久了 你已經講是不是快一年了 對啊 不只一年了 因為是俄國戰爭開始就講了 一年半了 然後如果他聽我的話 把9000億美元的 美國公債全部賣掉 現在買回來 賺翻了 賺3500億美元 那有人就說 怎麼可能有3500億美元 那麼好賺 我就算給你看 然後我們學習債券課 現在的利率 歷史新高 大概5%以上 5%以上 現在大概是在 快到6了 快到6了 5%以上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升息的時候是2022年年初 大概是在1%左右 大概在這裡 大概不到1% 可能在這裡可能1%左右 好 那你現在1%到 因為這個是聯邦基金利率會稍微高一點 政府公債利率比較低 聯邦基金是銀行之間的短期拆放款的利率 那是在這個利率 那我估計的大概是5%跟1%中間 至少利差差4% 那才差4%有什麼了不起啊 錯了 債券不能這樣算 利息差4% 債券價格至少差30% 怎麼算 因為 人民銀行買的這個美國政府公債 平均的這個期限大概10年 1年差4% 10年是不是差40% 那債券價格就差40%了 可是因為有折限值的觀念 因為那是 今天的4%跟10年後4% 是不可同等而論的 所以這個損失呢 利息上升了以後 你這個等於是利息上升 你債券價格要跌的幅度 就至少要跌33% 33% 你9133是不是就3500億 那如果買20年的是不是就價差更大 那時候大概沒有什麼 太多20人可以買 大概20人可以買 當然價差會更大 所以矽股銀行就這樣倒掉了 你說奇怪啊 當時才這個3%多什麼 矽股銀行債券 債券虧損就可以把整個資本的吃掉了 就是說你利率的虧損 它應該長期的 就會使得債券價格下跌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債券價格變動的幅度 你不能光看那個利率變動很小 因為微小的利率變動 如果你債券期間很長的時候 價格 摔價的幅度就很重 你剛才這個放大都已經是六七倍了 對啊 那中國大陸的像恒大地產 他們所發行的債券 也是5年10年的 也就是這種情形啊 利息變動幅度 就使得債券價格摔得很重 那這個所以易剛被 被我批評過了以後 我記得那前段時間換人的時候 易剛沒有換嘛 就很多大陸網友 這蔡博士你看吧 你批評易剛沒道理啊 人家中央 做得很穩 做得很穩啊 就後來易剛怎麼這樣 你被換下來了嗎 然後那個郭正恩就 就傳個訊息給我 說易剛被你罵下台 不是被我罵下台了啦 他的績效不好嘛 對因為中國大陸的人民銀行 他在易剛的任內 有幾個被我批評的點 一個就是債券 美國債券死抱著不賣 不賣的話結果就怎麼樣 就賠了很多錢嘛 這第一個問題 或者沒賺到3500億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少賺3500億 對 中國人民銀行 把那個利息下降 一趴 然後就敲鑼打鼓一趴 欸 現在動不動在升息降息 這個一趴算什麼咖啊 要什麼 大幅度的往下壓 才有助於中國經濟的 快速的復甦 他膽子不夠大 因為他畢竟是學者出身的 沒有在金融市場太多的沙發的經驗 那第三個我批評他的點 他的存放款利差太大 就是借錢的利息跟存款利息 利差太大 就會造成大家 寧可把存款拿去還貸款 不借錢 所以你前段時間看到很多大陸老百姓 把現銀行存款提出來 拿去要還掉他的房屋貸款 所以銀行的放貸就放貸了 一般老百姓是這樣 企業會不會這樣子 所以整個經濟活動都處於說 那我就不借錢投資了 我也不借錢買汽車了 我也不借錢買房子了 所以整個經濟就有一點下滑的風險 所以你這一波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你很明顯可以看到 他的服務業經濟成長率10% 你看高速公路到處都車 可以進去 現在還要預約 還要時間 還要去排隊 全中國人潮全部聚在一起了 你才剛剛體驗過的 對對我沒有去 我去北京環球遠程 也是擠了萬天 他昨天 我去的時候那一天他告訴我說 你進來的時候大概6萬多人 那昨天比較人多 你今天運氣不多 昨天10幾萬 我把我都嚇壞了 選到黃道吉日 選到黃道吉日 所以你可以知道 旅遊業經濟成長率10幾% 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然後農業看天吃飯 所以經濟成長也不到5% 大概4%多嘛 那現在問題是兩個行 一個營建業 一個是製造業 製造業要分為外銷製造業 跟內需製造業 外銷製造業因為歐美訂單不好 因為歐美經濟衰退 當然沒有錢 進口太多的中國的貨物嘛 所以這一部分的經濟成長也 大概3%到4% 然後另外的 內需的製造業比較好一點 但是老百姓不借錢 你內需製造業 也很難有什麼表現嘛 所以製造業經濟成長率來講 落後於5% 那營建業更慘 營建業的經濟成長率 大概不到3% 那所以我一開始 哇講好久 要扶持營建業 我覺得中共中央最近有個決定 我覺得蠻欣賞的 他們終於學會經濟學了 你看到了什麼樣子的好消息 他是說這次的決議裡面 談到附屬營建業 把一句話給刪掉了 他以前的說法是說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這句話把它刪掉了 我就說房子可以用來炒 也可以炒 可以住也可以炒 那大部分的人對於這種 房地產業 並不是從經濟學角度去看它的 所以就會有一種觀念 對啊 房子是給人住了 怎麼可以炒房呢 社會主義應該是這樣啊 這跟主義沒什麼關係 這是產業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則 你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都沒有辦法違背 那我現在解釋給他 什麼叫做營建業 從經濟學觀點來看營建業 我這樣解釋你就聽懂了 你今天如果製造汽車 請問一下 會不會有賣不掉的汽車 存貨 對不對 你今天很喜歡這個名牌的皮包 也會有打到奧利的時候去 那各行各業裡面就有一個行業 很困難處理 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存貨 就是我可能賣不掉 可能賣不夠 但是一定會有存貨出現的 那像現在半導體存貨 一大堆去存貨搞得很慘 可是至少他知道存貨怎麼處理 那我請問你 營建業會不會有存貨 空屋 漁屋 對 怎麼處理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經濟學 你說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存貨 尤其是經濟在變動過程裡面 存貨是不可避免的 那你如果今天你是營建業 你要蓋一個基地 你要蓋1000戶 請問你敢保證1000戶全部競銷嗎 那所謂是經濟很熱絡 大家都搶人來買 要不然你要承擔存貨的風險 好 那存貨風險要不要Pass給銀行 不可能嗎 銀行怕接太多就會倒掉 所以每一個行業裡面都會有存貨 營建業也會有存貨 那存貨就要靠什麼 靠非居住型的住宅購買者 簡單講就是投資客 所以那個建案沒有投資客 它就會產生存貨 產生存貨就會產生什麼現象 如果說你的建商推出了這個住宅的房子 你不允許他有投資客 那你只允許自住戶來買的時候 那他存貨就有風險 有風險他乾脆就保守不蓋 好